師兄,你記得嗎 前陣子我們為了預備做這一輯節目 在網上,我們星期日的直播 叫網友寫一個題目 叫做最想感謝的人 結果在我手上就是這疊 真是不簡單 總共有九位朋友寫了你 我們選擇其中五位會有書送給他 還有我們的簽名 其實原本是三位 不過我們覺得寫得很好 多送兩位 加碼,是嗎 創世電視的同事 就會用電郵通知大家 不如我們讀一讀 好,第一封,我先讀 因為一個叫做車離子的網友 他說他本來跟婆婆關係一般 經常吵架 即是婆媳 他就祈禱,天父求你改變婆婆 叫婆婆對我好一點 誰知他看了聖經 你猜看哪一章的聖經 我猜,盧德記 好,不愧是牧師 就是看了盧德記 就看到盧德怎樣對婆婆 他發覺到他要改變 要順復婆婆和對婆婆好 結果婆婆真的慢慢慢慢改變 到婆婆有病進醫院 他不僅去探望他 還叫遠目和婆婆傳福音 結果 信了耶穌,受針 對,婆婆信了耶穌,受針 然後他就跟車離子說 他居然跟車離子說對不起 他說我現在才知道 你對我這麼好 所以祈禱最重要是改變自己 沒錯,他在改變自己之後 到後來婆婆回到天家 留下的一句說話就是 耶穌愛我,我愛耶穌 第二位是聖陳的一位小姐 她是多謝同事 因為她入職的時候 她是情緒病,剛剛康復 你知道剛剛康復,進了一間公司 她反而覺得一群同事 包括團隊的主持 一群人對她都有很多的支持 很多的鼓勵 結果又讓她讀書 半年之後 她差不多整個情緒的病 完全康復之後真的很開心 所以她就說很難得 有一間公司能夠對她那種接納 所以她說她的感恩就是一群同事 我覺得很難得 在這個時代 特別說到情緒病 香港很多人真的有這個問題 有些人就當她們好像很奇怪 但這間公司的同事 和她的老闆 真的以愛心來對待她 讓她能夠康復 即是需要多些這些公司 沒錯 我手上又有另一位 叫Dorothy的朋友 她很想多謝她的一個長輩 叫May 為什麼呢 可能她轉行 她就說她找到一個目標 但這條路很難走 很多人都笑她 你不行了 但這個長輩鼓勵她 告訴她 你只要盡力就可以了 一直扶持她 她覺得很感激她 她最終都應該成功 我也覺得是 因為我生命中 也有這樣的長輩 在我覺得自己也不行的時候 她就拍下我肩膊 說去吧 我為你祈禱 當然 以一個讀素的人 成為作家 肯定是一位老師對你的鼓勵 是的 我的老師告訴我 羅乃圈 你將來可以當作家 第四位是姓鄧的鄧太 她說要感恩就是天父 你知道這段時間是疫情 她的兒子在英國 你知英國也是其中一個 疫情比較嚴峻的地方 於是就叫兒子回香港 兒子在高峰的時候 坐飛機回來香港 當然要隔離 十四天 在那十四天當中 她是家居隔離 她就說 因為家裡只有一個廁所 所以整家人都要很小心 結果她都感謝天父 十四天之後 大家都沒事 是的 有很多事情 我們很難控制 不過天父知道 所以她多謝天父 師兄 我手上另外這個 我覺得也是孝順女 她叫Linda 她說她很感謝的人 是她媽媽 她媽媽就照大了她 跟她弟弟 很辛苦地照顧這個家 甚麼都一腳踢 半屋都包了 是的 就算前一陣子在家裡 她媽媽應該休息一下 但怎料都包水餃給她們一家人吃 這個媽媽真是二十四校媽媽 對,也很配合我們說的感恩 我們要感激上一代 是嗎? 慈無慈乎 寫得很好 凡事借恩 說到最想感謝的人 我又想到另一個 哪一個? 讓我講一下 好 話說我去做大手術之前很迷惘 我祈禱天父 如果你恩待我 你給我一個名證 我們有時會這樣求 怎料祈禱後 因為我要決定找哪個醫生做手術 真的有一個意念或聲音 我都忘記了 就說你今天12時半去這裡 你會看到這個醫生 他會告訴你 哇,很害怕 是不是很害怕 我當時連你都不敢說 因為覺得有甚麼可能呢 但當我去到那裡坐下吃飯 真的看到醫生坐在對面的台 我就哭了 你當時都問我 為甚麼你看到他會哭 因為我覺得天父告訴我 他會陪著我去做手術 而這個醫生 我經常叫他做恩人 最近都跟恩人吃過飯 其實也是因為那一次 我們的關係是行前一大步 所以前幾天我們才跟他吃飯 證明你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是的 我覺得這個世界有記住你的恩典的人 但亦有一些像你所說的 忘恩負義 為甚麼人會忘恩負義?師兄 其實有一個哲學家 他說忘恩負義的人 是最邪惡的 說得那麼盡 是的 為甚麼呢 為甚麼? 我想到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你要有人給你恩典 就是說你不行 給了就算了,不要再提 免得讓人知道 我不行,要人幫忙 要人給我 甚至可能他心裡會想 他不知道有甚麼企圖 來幫我都不奇怪 是的 他可能會想 你當然想要光環 要人多謝你 當然有些好處 所以他不會將人給祝福 而有回應 我也聽過有些人說 會覺得給東西的人 你給是理所當然的 可能你很有錢 所以你又給這個 又給那個 給我,有甚麼所謂 就是這樣想 是的 所以他不會去體會到 別人給他的東西 其實是恩典來的 不是他配得的 是的 不過我們的人生 都會遇到這些人 我在網上都被一些讀者問 師母,你有否遇過 亡恩負義的人 那你怎樣呢 所以我們第一 我們一定要很小心 要戴眼色人 是的 因為有些可能會得寸進尺 是的 也會的 另外我覺得 這個世界也不重要 有人亡恩負義 那便保持一些距離 不過我們中國人也有句話 有時候真是私恩 就未必妄暴 是的 換言之 可能有些人 真的不會回來多謝 那便都會釋懷 是的 我覺得釋懷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在我們生命裡 我想我跟你都遇過一些人 其實我們不是很熟悉他們 或者我們沒有資格 給甚麼恩惠他們 但他們對我們很好 一直一直對我們很好 你覺得自己不配得 我實在覺得在天平上 有些人可能亡恩負義在這裏 但原來這裏很重 是有很多人 我覺得是上帝給我們的恩典 透過這些天使給我們的 是嗎 讓我們一直都銘記 所以記得我們應該盡到本分 去關心人、去愛人 但有時真的會遇到一些人 真的會忘記 其實耶穌也試過 他醫好做了十個大麻蜂的人 其實只有一個回來 多謝耶穌 所以我們都要有這種胸襟 一蓋已經很好 師兄 到底怎樣可以培養 這個感恩的情操 當然我們每一天都會做些事 你有沒有寫的 感恩日記 我就靠中 我就是每一天 你剛剛在這一年開始 就寫感恩日記 感恩事項、祈禱事項 發覺很多可以感恩的東西 對呀 因為凡事者恩 我想要多訓練 其中這本書 最近我經常和乖孫一起看 叫做 《當我為你討告》 它每一版都有一些很漂亮的圖畫 例如我說 求天父你讓Titus看到天空上 有很多上帝很美麗的創造 奉主名求 他會怎樣 阿門 對 又或者天父求你讓他回學校 認識很多很多的朋友 然後他又會知道 天父你讓他很多朋友支持他 奉主名求 阿門 好好的 因為有很多頁 其實每天我們都透過跟他講 這個故事就學習凡事謝恩 所以我們為我們的孫 第一句說話會說的 就是說阿門 當然很感謝神 沒錯 不如我們真正祈禱 我們也感謝天父 讓我們今天能夠由這個生命起色 好 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天父再一次多謝你 我們看到很多的鄧卿姊妹 他們回應他們心裏邊 一些要感謝的人 也都很深信 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這個社會 需要更多 我們曉得去數算恩典的 一些香港人 看到這個城市 需要更多正向的思維 求主親自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在每一天 去學習 寫一些感恩日記 讓我們能夠更加看得到 你自己的恩典 在我們的身邊 在我們的心裏邊 那夜天父 讓我們有今天的時間 奉主名求 阿門 師兄 我們兩集做了 只有我們兩個人 不過在未來的12月6日 幾點 晚上9點半 到10點 未來我們三集 都會有神秘嘉賓 嗯… 羨慕以待 我們到達了 我們到達到 五十年 好… 都會有錢 未來的 到達到 二十年 到達到 我們到達到